这冰箱好像有什么东西 仔细看 像是一只卤香鸡爪 众人赶紧连冰带爪打包带走 回到实验室 男人掏出电钻 准备钻开冰块 众人都在紧张地期待着 突然哭噬一声 那电钻钻到了鸡爪肉里 那钻头还把小肉块盘了上来 然而奇怪的是 这些鸡爪肉居然还很新鲜 就像是刚从火体上割下来的一样 众人更加疑惑了 于是这天夜里 大一返回仓库想去探个究竟 就在这时 他发现冰块下好像真的有什么动静 大黑轻轻扫开鸡血 只见他表情越来越凝重 突然 大黑吓坏了 他一路狂奔 跑回去告诉同伴 大伙一听 完蛋了 预感到大事不妙的众人 赶紧拿到仓库查看 而赶到现场时 里面的鲁香鸡爪早已消失不见 冰块也只剩下一个深坑 原来 这是一种来自外星的怪物 冰封在南极州上一年 拥有无限复制细胞的能力 可以随意复制成任何一个人 科考队将它带回 却意外把这怪物复活了 没办法 大家赶忙穿上装备 准备去把鸡爪抓回来 队友们举着手电 分头行动 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检查 突然 这个男人在路过房子时 好像听到了什么响声 他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 举着手电 一步步朝声音靠近 这时 他在地板下发现了鸡爪 下一秒 这被触手穿破胸膛 拖进了角落 队友整个人都吓傻了 赶紧冲出去大喊救命 队友纷纷赶来 此时 男人却只剩下一双腿 还露在外面 大山用手电一指 那暴力深吞的画面 给众人脸都吓清了 这来路不明的大鸡爪 竟然也是个吃肉的 大山哭哧哧哧 连射66枪 怪手吃痛 当场忍不住几个爪子穿了过来 就要破墙而出 队友赶紧扔出汽油 再甩出火种一把点燃 碰的一声炸开 痛得怪物哇哇大叫 当场就给做成了火烧机 队友搞来灭火器 想救出男人 可惜 他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因为火机焦了 小美搞来怪物的细胞查看 发现那细胞飞弹不死不灭 还能对人类细胞进行复制粘贴 而队友 真要乘飞机离开南极 小美赶紧冲出去阻止 却只见到飞机失事撞向山头 大伙想去搜救队友 小美张口便是拒绝 原来小美上厕所时 发现了地上躺着几颗树枝补牙 又在浴室 见到了一波血迹 而就在刚才 她回到浴室重新检查 血迹却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结合怪物复制人类细胞的行为 小美认为怪物仍在 并且已经伪装成大伙其中一人 不想尽无人愿意相信 并且大伙执意要走 只有女人支持小美 还带她去拿车钥匙 阻止队友离开 可当小美刚拿到钥匙 女人就在她的身后悄然变身 小美回眸 只见无数触手疯狂摇摆 怪物张开巨口猛扑而来 小美赶紧推倒柜子 冲出门外大喊躲开 倒霉蛋却原地懵逼 正好被怪物扎了个对穿 大胡子扛着喷火器 哭斥一下送怪物去西北 另一边汽油却流到了喷火口 瞬间引发爆炸 队友扶伤者坐下 那手臂却猛然断裂 变成了一只怪物 对口一吹 就给男人吹去了西北 触手一挥 大黑一领了盒饭 随后 那怪物往男子身上一趴 两人瞬间同化 小美拿着喷火器 但怪物已经逃走 她不断靠近柜子后的大山 笑得大山冷汗直流 眼见就要被扑上 幸而小美及时赶到 将怪物烧出了烟灰 突然男人开车逃跑 那也是个被怪物复制的 立刻装上汽油 驾车猛追 追至冰窟 飞碟却突然启动 小美不慎掉下深渊 再睁眼 却没死 而是掉进了飞碟内部 怪物猛冲而来 挡漏了小美的手榴弹 小美躲进洞里 那触手就在旁边 手榴弹却在更远处 等怪物退去 小美往前一扑 不想 还是被一把抓住脚腕 幸好她成功捡到了手榴弹 拉环一把 王偶一扔 怪物正好吃进嘴里 炸出黄光一片 终于解决了所有怪物 两人正咬开车离去 小美却撇见大乡的耳环没了 她二话不说 举枪就烧 坐上隔壁车辆 独自逃出升天